讲万安小内阁第三波新人事案公布 资深媒体人蔡诗平出任文化局长 而被誉为台湾热气球之母的 前交通部观光局副局长陈淑慧 则单起观传局长重任 却传出部分深蓝人士 不满蔡诗平过去曾多次公开批评国民党 引发内部炸锅 我收到蛮多民众的反应都认为说 这个人事是相当不当 蔡诗平先生跟林秉书的关系 到现在没有说清楚等等 说我到议会里面 我会针对这个问题 在救教蔡诗平这个未来的局长 讲万安新人事名单引发争议 就连第二位副市长也难产 传出接手副市长呼声最高的栏尾林逸华 仍不在名单中 这个真的是假设性的问题 对我来说今天就是来帮红薇的忙 所以抱歉这个假设性问题 我是不方便回答 以假设性问题巧妙必答 却也没把话说死 讲万安即将就任北市长 而卸任的柯文哲 要回到台大医院当教授 只是他日前透露 不可能兼职公务员跟党主席 之后要办退休 也被外界质疑 柯文哲跟台大医院外界八年 却没有回馈 就要爽领退休金 既然你是现任的党主席 可是如果你只是因为说 你想要回去台大医院 然后你就党主席这边 你就不干了 可能会让整个民众党 就很难团聚在一起 然后整个2022年 他们选下来 其实已经选的状况 不是说非常的好 那会不会又因为这样子 更加的分裂 蓝意重返首都执政 讲万安平市政 要把柄做大 就看如何走出决策小圈圈 记者黄明君王政台北采访报导 好 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 Code快点购 扫一下